根據衛生署調查指出 國內超過半數的人口在營養素 如鈣、心、鎂跟維他命D 都有攝取量不足的問題 其中超過九成台灣女性 鈣質攝取僅達標準建議量的一半 常見骨折的部位如手腕、腰部、髖部以及腳踝 瑞典斯科納大學醫院研究證實 如果可以從小維持每天規律的運動習慣 不但可以強化孩童的骨骼 提高骨質的密度 也能為老年存夠骨本 年輕的時候沒有存夠骨本 老年的時候很容易骨折 門診常見的骨折原因有哪一些 劉醫師 門診常見的骨折原因 其實最大宗還是在外傷 跌倒 有的是跌倒 老人家比較常發生是因為跌倒 年輕人常常是因為車禍意外 或者是跑步 或者是從事一些比較高刺激 高危險性的活動 像這類的活動 比如像高空彈跳 不小心的沒有固定好 或者是從事像極限運動 攀岩等等的高處墜落 這些都會比較容易發生骨折的情形 剛剛劉醫師有提到說跑步 這是很多人常常都會去跑 他們是怎麼跑一跑突然就發現 怎麼就是骨折了 腿骨折嗎還是 其實這種常常是發生在 其實訓練不足 但是勉強突然去跑一個比較超過身體負荷的活動 那肌肉還有 肌肉關節穩定度 沒有辦法負荷那麼高強度的運動 他可能跑一跑 他腳就敗截 然後就扭著就跌倒 或是什麼之類的 那這種跌倒常常發生幾個部位的骨折 第一個就是髖關節 然後有的是骨質疏鬆的年紀比較大的 就容易發生脊椎裡面的骨折 那另外有的人反應比較快 用手會撐就會發生手腕的骨折 對手腕或是周撞骨的骨折 對 所以這三個部位是跌倒最常見 發生骨折的部位 所以看他跌哪裡就知道說 他是側著彎還是往前趴的 跟姿勢很有關係 那另外剛才提到年紀大的病人 骨質疏鬆是造成骨折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對 有些時候你看很多那個 阿嬤就是身體 就是從原本站直直的打個噴嚏完 或者怎麼樣之後 過一段時間你就發現 他好像變得有點僑固這樣子 對 這個很誇張打噴嚏 對 那其實就是脊椎骨發生骨折了 對 一個很大的壓力 他哈啾了一下 那把脊椎骨壓縮了 前面壓縮掉 他就發生壓迫性骨折 所以他原本就是有很嚴重的骨質流失 然後才會藉由這樣突然的一個外力 結果導致骨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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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骨折最常發生就是在胸椎的地方 所以才會變成說 怎麼打完噴嚏過一段時間人就翹鼓了 阿嬤你怎麼會笨蛋啊 好像突然轉了回去 他人在這 沒錯 沒錯 剛提到就是說不管是疾病性的 或是我可能運動之事 或是我可能骨質流失 都有可能會造成骨折的一個原因 但是我常見就是有一些女生 穿著美美的高跟鞋 這樣走著走著 哇 就骨折了 柏君媽 有 有聽過 好像是在看新聞看到了吧 一個女生 她好像是因為咖啡喝太多是不是 對啊 飲食這個也會引起 飲食其實會的 因為第一個就是像剛剛劉醫師有講到 我們如果高油 高鹽的飲食 其實會阻礙我們鈣子的吸收 那再加上現代人可能就運動的比較少 之後我們女生又很怕曬太陽 沒錯 之後每次包著只剩下兩個眼睛 對 對 對 所以你的低就根本沒辦法活化 沒辦法幫助鈣子的吸收 所以反而就會造成一些骨折容易發生 嗯 所以飲食行為跟疾病 真的是造成骨折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如果說我一旦發生骨折之後 我應該要怎麼治療 這個休息期間要很久嘛 劉醫師 其實骨折剛發生的時候 必須要透過一些牽引 或者是像石膏固定 甚至有些時候必須動手術去處理 一般來講正常人骨頭癒合的時間 你可能大概四到六週 他骨頭就會開始結合 但是其實他的整個癒合的時間 會拉到半年 甚至是一年以上 就是等於是說他慢慢的結合 但是他還沒有整個修復好 所以你還是不能隨便一直外力 或是很強大的力量去衝撞他就對了 對 因為他初期一開始形成那個骨痂 他其實是還蠻脆弱的東西 他只是幫你先把骨頭固定在那個地方 他還需要等血鈣全部進去 變成骨鈣了之後 他才會變得堅硬 這時候我們以前就會說有人講 怕等抽筋等到用嘛 就是因為那個骨痂的地方 他吸收了很多鈣質 造成他的強度甚至 而且他變得比原來更粗 所以看起來就好像比原本的更壯 更強一樣 那大人跟小孩子還有老年人 復原的情況都不一樣 對 都不太一樣 一般我們講說成人骨質 骨頭要結合大概四到六週 甚至要延長到八週 那小朋友有些時候更快 甚至有的時候一個月左右 他的癒合就蠻好 那老人家有的時候 他可能放了六個月八個月 你看他一天都沒有癒合的樣子 所以年齡還是影響到骨折癒合 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你的修復力跟年齡 其實呈現這個 反比的一個情況 對 那像剛才講的飲食 因為你的鈣質 維他命D等等的 有沒有充足的補充 也會直接影響到 你骨折癒合的後續 之前我爸爸也是骨折 然後他剛開到完 我們就會想說 趕快給他補充一些鈣質 什麼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醫生就一直跟我們說 其實不需要補充鈣質 就讓他多喝魚湯、雞湯這一類就好了 真的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是… 其實過去有一種觀念是說 我如果… 因為骨折之後 其實骨頭的末端 那個骨折的地方 它會放出很多的血鈣 因為對 反而會造成你身體裡面的血鈣上升 那你如果這時候 又補充進很多很多的鈣質的時候 你的身體的鈣質會增加 太多 對 增加太多 會有可能造成結石嗎 對 相對來講 就比較有可能會產生結石 假設你水又喝得不夠的話 腎臟功能又不好的話 在眾多的狀況之下 你的結石機率就可能會上升 對 所以是因為這樣可能才叫你 不要太積極地去補充鈣質 但其實我們只要正常的飲食 你奶蛋、鬥魚、肉類有正常的吃 你維他命有正常的補充 其實你一天吃進去的鈣質都非常夠 對 我們一天攝取鈣質的上限 建議不要超過2500毫克 那你每天這樣 那我們一天補充的鈣片 我們建議一天是吃三次 那其實你這樣吃進去 一天有1500毫克 搭配你每天的飲食中攝取的食物鈣 或者是 對 像牛奶、肉類的這些 都會有一些鈣質 對 滷製品都有很多的鈣質 提到這個飲食後 對於我們骨頭的一個修復很重要 那雖然營養師很多人都講說 那我要吃什麼方法才是特效藥 還是說吃素的人應該要怎麼做呢 應該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的飲食裡面 鈣質含量其實最好吸收 而且最多的應該就是牛奶 因為它一CC裡面就有一毫克了 脫脂跟全脂會有差別嗎 還是都差不多 是 差不多的 它在鈣質含量上面是差不多 對 那我們一CC是就有一毫克了嘛 那如果你今天喝兩杯牛奶 像胃腹部它已經建議 我們是1.5-2杯 如果喝到兩杯就500毫克了 那在從飲食裡面攝取到 其實就已經就比較容易攝取得足夠 那當然就是除了牛奶之外 可能就像小魚乾 對 或者是一些蝦米 它的殼在上面 我可以直接吃進去的 它裡面蓋子補充會比較快 那當然就是像 如果吃素的民眾的話 比如說像黑芝麻 紅鳳菜啊 深綠色的蔬菜 深綠色 對 餡菜這一種 對 餡菜這一種也是 對 那它的鈣質含量就會比較高 那另外一個就是豆腐 豆製品 因為它有大豆乙黃銅 其實它是可以幫助我們鈣質的吸收 所以有時候其實 如果說像傳統的豆腐來講的話 它裡面的鈣質含量 它有大豆乙黃銅 所以其實它就是一個 對素食民眾來講 很好的不從鈣質來源 嗯 原來如此 那透過這個飲食 可以幫助我們骨頭的修復 但是有一些特別頑強的 例如說它骨折之後 還是產生了一些後餘症 或是它在傷口癒合 還是會有一些小裂痕出現的 劉醫師這時候該怎麼辦 其實我們一般來講 骨頭的癒合 有幾個常見的比較不好的情況 第一個就是它骨頭沒有癒合 通常我們看待手術後 或者是你固定後 大概八個月以上 它沒有結合起來的傾向 那我們就叫做骨頭不癒合 那有些時候它是有癒合 但是癒合的位置跑掉 喔 錯位就對了 錯位的 對 就是癒合不良 其實像這種狀況 癒合不良大概有些 它如果都已經固定住了 你除非就是再做手術 去把它接回這種情況 切斷再接回 不然其實那個就已經固定得很好 它如果都已經固定得很死了 你大概就沒有辦法去做什麼 但是如果是癒合不良的話 剛才有提到的 第一個是骨症波 第二個是骨癒合超音波 這些都有辦法在 它觀察到癒合不良的時候 我們趕快再來做補救 這些都是能夠促進的方法 如果來不及補救 它會不會有一些後遺症出現 它就是不癒合 你那隻腳就會長期會有疼痛 沒有辦法受力的情況 組織剛開始它會伴隨周邊的組織水腫 淋巴水腫 這是我們可以做向心的按摩 但是記得就是以不痛的原則 而且不要再末端太大力的去加壓 不然很容易造成二次傷害